各位,人都想要知道明天的事 也喜欢听好听的预言 喜欢听自己明天会平安的预言 但其实,我们看一个人的今天 就可以知道他明天会如何了 若一个人对上帝的心 今天是饥渴、谦卑、顺服的 那他明天的道路,无论顺利 都在神荣耀的计划和同在带领之下 但若一个人今天的心是远离上帝 对神麻木、高傲 那他的明天自然不能平安、有确据的 但我们看今天教会很多教导和辅导 都是给人暂时的一些平安 其实,强调神的恩典并没有错 但若忽略了神的美意 一味地盲目只传人爱听的话时 不但不能帮助人 更是不讨神喜悦的 在耶利米书,上帝就责备许多假先知 他们对神的百姓说 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其实,人若不在神的事实与美意的根基上 却一直听一些假平安的信息 他亦遇到问题或他亦跌倒时 必定会开始对他蒙恩的身份有极大的疑惑 他的人生一旦遇见矛盾的事 他也同时会失去对信仰的确据 这样的人,他跟神的关系 并会因这情况的好坏 也时好时坏 不然就是,他一生在神要他悔改更新的地方 一直没有回转 以致一生在问题当中 却不知道怎么出来 所以,我们当小心假先知的教导 假先知是不懂也不传神的美意 反而是讲人爱听的话的 耶利米书第23章16节说到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 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 他们是以虚空教导你们 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 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你们必想平安 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 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所以,他们完全是抵挡神的美意的 因他们对藐视神的人和心里顽梗的人说 他们会平安,不会遇灾祸 他们这么一说 带来的后果必定是叫远离神的人 都无心悔改 无心远离二而转向神 也觉得不需要悔改 反正神还会祝福他们 他们只有给人虚假的希望和安慰 但从仁义出发的 总是抓不到神计划的重点 假先知也对以色列人说 他们不会侍奉他们的仇敌巴比伦 但神的旨意原是在耶利米书27章第八节这里说 无论哪一帮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 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 我必用刀剑饥荒 瘟疫刑罚那帮 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至于你们 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谱的 圆梦的 观照的 以及行邪术的 他们告诉你们说 你们不置服事巴比伦王 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 要叫你们迁移 远离本地 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 使你们灭亡 但哪一帮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额下服侍他 我必使那帮仍在本地存留 得以耕种居住 这是耶和华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 神的美意 有时真是叫人难以猜透 是超乎人的意料的 正如人以为神祝福他们百姓 是通过叫以色列 不必被仇敌巴比伦掳去 但原来 神特意就是要在被掳之地 祝福并更新以色列 向巴比伦投降的必得存活 但反抗巴比伦的必定死 用今天的例子来说 人通常认为神的祝福 是在经济富裕 婚姻幸福 生活稳妥里 但其实 神可能在某些人身上 是要借着经济的挑战 婚姻的破碎 人生的艰难 来祝福他们 这就是基督信仰里的悖论 人真的不能靠自己 自作聪明 乃是要寻求 并跟从神的美意 人只有行走在神的道路里 才是平安的 而各位 这也让我们看到 上帝许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虽然有时 在人看来是祸害 但若我们顺服神的引领 在问题挑战中 还是会看见神的祝福的 那第三 甚至假先知 讲事实 也只是部分的事实 比如耶利米书28章11节 那里 哈纳尼亚又当着著名说 耶和华如此说 二年之内 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 折断巴比伦王 尼布加尼萨的恶 但其实 耶和华却说 在耶利米书29章8节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 和战斗的诱惑 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 因为他们托我的名 对你们说 假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怨 使你们扔回此地 没错 假先知也说 以色列会被鲁 但上帝是计划 以色列被鲁七十年 而假先知却缩短至两年 他们只是按仁义 在给人不根基的希望 今天 我们也当小心 一些只有讲好听的教义 人爱听的教义 却不是神完整心意的信息 如成功神学 不奉福音 或是该责备警戒认识 去不警戒的信息 这些教义 也许会让我们听了舒服 但若非神的心意 那只会带给我们失望 并让我们对神的计划 措手不及 没能有好准备 相反的 真先知的信息 却是把神的全辈真理 并美意带出来的 教人能够远离偶像 私欲并悔改 转向神 其实 我们的生命 若有真假教义 常常进进出出的话 这表示 我们的生命里 还有一些 还没恢复基督的地方了 因我们自己的动机 欲望还没死 还没有被基督全然满足 所以我们才会容易地接受 并喜欢听好听的 假平安的信息 因我们要的 不完全是基督 乃是平安 顺利 好处等等 因此 我们当求圣灵 打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发现 上帝 尝阔高深的爱 并赐我们一颗 谦卑 正直 受教的心 甚至有时听见 不动听的神的话 但若是按照 神的事实讲的 也求圣灵 让我们有愿意 痛悔 转向神的心 今天 身为领受信息的我们 要祷告 求神不让我们 被现代 不纯正的福音 给谋骗了 也让我们 不要只寻找 好听的信息 反而是喜爱 神的真理与美意 而身为传讲 如等我们 也愿上帝 让我们能谨慎 不传虚假的福音信息 乃是叫人 真的亲近神 遵行神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